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TVB 惯常的做法 就是尽量安排两线剧集 梅花间触地播放 甚少出现两套剧齐齐圆 新剧齐齐上的情况 上星期的《非上日志》和旁观者同日大结局 本尊就位和《藏皇之王》同日开播 除了《藏皇之王》有王浩信和姚子玲 较为强大的卡士之外 本尊就位老实说不算是大卡士 和上一次《你不是他》一样 都是有待上位的艺人 本尊就位虽然不是什么大卡士担正 但同样是大堆头 比起《你不是他》更大阵仗 朋友说只有TVB 养有这么多人 台前幕后制作一大堆 其他电视台只养一班高层 自己的演员欠奉 制作也是用外援 人家的东章西望2.0 原来一众主持 大部分都不是合约演员 成本确实省了不少 虽然说本尊就位卡士不强大 但一众演员 包括后面走走走走 都是成本来的 今晚首播不妨简略一计 有多少人参演 以人头计的话 成本都会吓你一跳 还未计计幕后制作 前期后期的花费 所以我和朋友都说 其他电视台主要是以清谈节目 或真人show 作主 因为只是计演出的人数 这些节目肯定的成本 比拍一组剧集低很多 曾经收听楊少雄的电台节目和访问 这位曾任电视剧制作人 演唱会监制田池人 亚洲电视戏剧及艺园營运部副总裁的资深媒体人 曾经说过电视台必须拍电视剧 只有电视剧才可以留得住观众 令观众回来追看 所以成本再高 TVB 都不能放慢手脚不拍剧 就算近年缩减开支 也要千方百计拉上补下开拍 本尊就位 既然没有大卡士 就玩反宣传 自己踩自己 土炮特技 连壮王之王都玩炮灰当 令我想起N年之前的VCD面世 开宗名义是低解像 起格 即是不用上TVB 都自动有薄格 最重要是便宜 当年一张LD 往往两三百元起跳 VCD刚刚推出时 一百元是由得交易 后来更便宜 消费者说给少少的付出 就可以用一张正版的影碟去珍藏 当然 后来盗版一百元十只 再到download 是零消费的 VCD才受终正寻 因为再便宜也好 都订不过免费的 有没有打价也是一样的 今次双线剧齐齐开播 齐齐玩自招 你还有什么可以笑我呢? 我自己踩了 你再踩 有什么意思呢? 反而往往借渣价钱 扮消我味道 试食后发现中伏 碰到手远都无补于事 自招还自招 反宣传还反宣传 今次也有点正路 不知道是无心插柳 还是事先安排 狀王之王女主角姚子玲 近期有几个访问出街 传统杂志的有 网媒的有 YouTube Channel 都有 除了玩炮灰档 反宣传 也有这些软性宣传 TVB 上一档的剧集 有些人比较沉重 有故事和手法都不一样的旁观者 有新鲜配搭的你不是他 较为保险的肯定是非常日志 重磅卡士大堆头大包围 今次两套新剧同样走轻松路线 始终接近农历年的档期 轻松搞笑必然 狀王之王是1997年首播经典剧集 狀王宋世杰的前传 当年的主角张达明 今次释现宋世杰的养父 宋安 和旧版一样 都是以破案为主的狀王之王 除了主线故事发展吸引之外 五个单元故事同样有罪汗性 名字都很正 分别是 《蜘蛛精杀人案》 《幽灵新娘案》 《灭门纵火案》 《至尊计状元才》 和《史节奸杀案》 咦? 看这几个案件的名字 新年流流播的话 会不会有些问题呢? 不过大家都应该不太介意 至于另一套 以搞笑为主的本尊就位 宣传上 最近还玩了东张西网 都挺OK的 有孔德燕和陈家慧之外 今次终于有洗底成功 间角变神仙的謝东敏 另一个亮点有开心速突的高小姐 欣彩希 原来入行十六年 正式拍剧经验七年 今次第一次做女艺 飾演妓院温香肉丸老板龟二娘 对于旗下的女女 算死草之余 更加有些丝拉仔和单纯一面 最棒是有韦家鸿和她演对手戏 韦家鸿基本上做什么都好看 尤其是搞笑的我更加喜欢 至于两套新剧 今晚我都会看的 通常我都会给一两集的新剧 看看是否正好看 最终到底是报道天荒地老 梅头 还是可以有一个休息时间 未知 看这两集就知道 到时和大家分享一下 刚收到新鲜热热的一周收视报告 今晚晚点和大家说一下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给我另一个频道 是者让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喔!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但假如你真死飞天爷爷和她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了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